Bismillah, Alhamdulillah, As-salatu as-salamu wa Rasulillah Nakhut, Bi-idhin Allah Ta'ala, Al-As-salamu wa Rasulullah 凭博辞、横辞的安拉之尊名 这节课我们讲关于三个基础的第三个基础 Ma'alifat al-Nabiyya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我们认知先知是谁 Ma'alifat al-Nabiyya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Ma'alifat al-Nabiyya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他们都教授他们的孩子们先知的生平 Ma'alifat al-Nabiyya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Di yutakabra bihi lallahu wa sallam A'alifat al-Nabiyya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是一个人接近安拉的一项行为 Ma'alifat al-Nabiyya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Mushahi wa li ma'alifat al-Nabiyya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但是我们爱先知和爱安拉 不是等同的 我们爱先知是在爱安拉之下的 因为安拉命令我们爱先知 如果一个人的心中没有对先知的爱 那么它是一个非信师 我们必须要认知了解学习先知的事物 先知的名字 它是 要知道先知的家族 加西先知的父亲是Abdulillah 在上面的父亲 这个是Abdul-Mudalab 在前面Hashimi 这个先知的家族是古来氏家族 古来氏家族是 Ibrahim的后裔 其中四十岁 是在被受启示之前 之后的余生 二十三年 是作为先知和使者的身份 他是先知还是使者呢 他既是先知也是使者 最早降使给使者的经文 是那节经文 是这节经文 刚才讲的那节经文 是阿拉派遣 我们的先知被派遣为使者的经文 刚才讲的是 我们的使者被派遣为先知的经文 他生于麦迦 然后从麦迦 迁徙到麦蒂娜 我们使者所宣传的是什么呢 我们去宣传使者所宣传的 使者所宣传的就是讨黑的 去警告人们 去警告人们要脱离举办 对所有的人 对阿拉伯人 对特别的人 以及整个半岛 阿拉伯半岛的人 不只是这些人 我们的先知 他被派遣给全人类 所有的人 包括人类 还有被派遣给精灵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凡是 启示 启示的消息 传达到他 传达到他的人 他如果不去归信 都是咖啡 不管是人类 还是精灵 不管他是犹太教徒 基督教徒 还是其他人 以前的先知们 先知和使者们 被派遣 只是被派遣 他自己的民族 而我们的先知 被派遣给全人类 以及所有的精灵 这就是伊斯拉姆的宗教 这种我们的使者 被派遣于此的宗教 是全美的宗教呢 还是有缺欠的宗教呢 这个宗教 伊斯拉姆的宗教 是全美的宗教 这种全美的宗教 我们在此上 不能再发生任何的异端 不能增加 我们在宗教当中 增加一些事情 从我们自身 增加一些事情 去崇拜阿拉 使者是不是 使者是不是 已经归正了呢 是的 因为阿拉 规定了 每一个被造 都要尝试死亡 每一个被造的生命 都要尝试死亡 我们的先知 所做的 都是阿拉 所命令的 阿拉 阿拉所命令的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讨厌 阿拉 阿拉 启示给使者的 是全美的 没有任何缺陷 使者被派遣到 麦地纳 被命令 迁徙到 麦地纳 之前三年 就已经 规定了 五分拜公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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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 颁布了 这项命令 然后先知 从 麦加 先洗到 麦地纳 三年 其中在 麦加的三年 然后十年 在麦地纳 然后归正 十三年 十三年 在麦加 然后 十年 在麦地纳 然后十年 在麦地纳 这就是 使者 十三年 在麦加 十年 在麦地纳 宣教的 过程 祈求阿拉 保护我们 使我们 都能够 进入乐园 使我们 来遵循 这个 使者 的宗教 使我们 紧紧地 抓住 使者的 圣行